我现在来介绍的是 对数函数的微分 那这个地方的话来说 是有别于自然对数 怎么说呢 我们在前面的话呢 我们曾经介绍过 Nature Log 它的微分是x分之一 那么我们现在如果说 它是一般的对数 它不是以那个 欧拉数为底的这个对数 那么我们微分怎么处理呢 那么很简单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前面我们所介绍的 一个叫做对数率 各位同学知道 来我们看啊 现在我来证明 它是这样的结果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的是 如果一个函数 它叫做Log A为底的 这个A为底的话来说 这数字的话呢 不是我们喜欢的 那个Euler Number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微分 我们知道它是LN的话呢 微分是x分之一 可是这个我们一无所知 没有关系 我们的话呢 可以利用换底公式 换底是怎么做呢 我们通通把它换成 我们习惯的 Euler Number 为底 就是所谓的 欧拉数为底的话呢 这样就OK了 好 那这样子的结果的话呢 上面会变什么 上面的话呢 是 Nature Log 底下的话呢 是 LNA 各位同学可知 LNA它是一个数字 这是一个函数 那么它的微分 怎么写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就简单了 数字的微分 不要理它 我们就照写 这个微分 前面已经算过了 Nature Log LNX的微分是 x分之一 于是的话呢 我们就证明了 这个结果 以后我们看到了 一般的一个Log 它的话呢 它不是欧拉数为底的话呢 它的微分 就是这样的结果 来介绍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比较熟练 假如有一个函数的话呢 它的话呢 是 以三为底的Log 好 那它的微分怎么写呢 我们的话呢 就这么说了 就是 x分之一 我们把它当作 Nature Log 来算 但是我们要补 补一个什么数字 在底下呢 这是三 我们就补一个 Nature Log LN3 这样子就可以解决了 一般的 我们所谓 普通的 对数函数的微分 我们就 依照这样的要领 去解答 小朋友 by bwd6